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日这个视频会和大家分享我在香港行山 疫情三年都没过来香港 在香港的好朋友一直都说 何时见发面一定要一起去行山 这次我们过了三年的愿望终于都实现了 今天我们所行的就是麦里浩徑的第十段 麦里浩徑是香港最出名的步行徑 它一共就有十段 而朋友的家就是在第十段的附近 虽然麦里浩徑一共有很多段 最后一段也不是第十段 但是第十段是近我们住的地方 走第十段对于我们来说最方便 这次过来香港行山都走了两天 可以说行山的时候天气都非常好 不会太曬也不会太热 在香港有很多条行山徑 而其中最出名的一条就是麦里浩徑 香港的麦里浩徑是在1979年10月26日开始启用 它的全长一共有100公里 它就以西贡的北潭冲为起点 绕过曼仪水库 由东向西横贯新界 以屯门为终点 一共就分为十段路 每段路的沿途都有路标和指示牌 每走一段路就有休息的地方 香港的麦里浩徑 横跨了香港24个郊野公园中的8个 如果你要走完这10段路径 沿途就要翻越20多座山头 其中就包括有420米高的牛耳石山 702米高的马岸山 还有649米的草山 957米的大帽山等等 我们现在就朝着千岛湖青景台的方向走 麦里浩徑的每一段路风景都不一样 在我们行山的途中 可以见到有很多市民带着它们的宠物一起来行山 麦里浩徑一共有10段路 而大家所供应的最美的就是位于西贡的第二段路 这次本来我们都约好要一起去行的 谁知道要去的那天就下雨 狮子山和麦里浩徑的第二段 那就留下一次来香港才去啦 这次我们行的麦里浩徑第10段 全程的路途平稳 难度就不是特别的大 麦里浩徑第10段沿途的景色就一般般 位于第10段最美的景色就是这个千岛湖啦 等一会走到千岛湖的观景平台 就可以见到整个千岛湖的全谋 我很喜欢这样的行山 难度不是很大 又可以领略到不同的路影 例如现在走的这一部分 就是绿树成阴 这次我们过来走第10段就有少少的失策 我们想不到在沿途是一个卖水的小卖部都没有 整个行第10段的过程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说是滴水未尖 没有提前准备好水 是我们这次行山最大的失策 今天我们厉害了 准备从屯门走到元朗 这个蓝色的就是沿途的公共厕所 虽然小但里面非常干净 为什么香港的这条步行径会称为麦里浩径呢 麦里浩就是在香港殖民时期的一位总督 他当年在香港工作了十多年 他的爱好就是逃步登山远足 而他在香港做总督的这十多年的时间之内 他就经常在香港周围走进行徒步运动 他就将他徒步过的路径分为十段 按照这十段路的自然地势 修建成为徒步的山路 并且在每段路都加了路标 路标不单单表明了具体的位置 还注明了徒步的距离 所表明的这些距离 不单单可以给行山的人作为一个参考 如果在有特殊情况或是紧急的时候 也可以作为报警使用 这次过来香港 疫情三年没走过的山路 这次过在香港补回了数 路友的高度和我差不多 但就少了我成十五斤 见到他这么苗条的身材 就给了我无限的压力 朋友说你又想吃又想瘦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 想吃好东西又想自己不胖 唯一的途径就是运动 看看我这次着来香港的战械 差不多走了两个多钟 我们就终于到达了千岛湖的清景台 千岛湖的清景台 就是整个第十段风景最美的地方 虽然第十段的风景 不如其他很多段那么出名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 以健身为目的的行山者来说 已经达到了我们行山锻炼的目的了 虽然行山的过程有点辛苦 但是见到美景的那一刹那 你就觉得整个过程都是值得的 你们看看这个千岛湖的景色漂亮不漂亮 行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种锻炼方法 今天这种难道的路径都適合我 沿途路径一种类够多 可以让你体验到不同的路况 但是又不会特别的难行 整个行山都处于出汗 但是又不会觉得太累的这种状态 前几天还要下完雨 小心买一些青涂蓝色 今天几个天气才帮忙 对啊 又没有下雨又不会特别晒 对啊 这里还有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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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千岛湖之后 接着我们就继续向元朗的方向一直走 从屯门走去元朗 平时坐车都要坐很久 这次我们就用两只脚走过去 如果平时有一个这么喜欢运动的朋友在你身边 绝对是一件好事 时刻刻提醒你 督出你进行运动 而我在广州 身边就比较少这样的朋友 在行山的过程当中 还发现有一个小的庙 在这个小庙的门口 还有一个尺套马 总之 无论你经过大庙还是小庙 进去拜一下 祈求保你的平安 就绝对没错了 一路从屯门出发 走去元朗 中间一共走了几多个钟 我都不清楚了 总之我就记得当时一天走下来 一共走了23公里 破了我这几年的行路纪录 这次行山最辛苦的 就是途中见不到有卖水的地方 没有带足够的水 是我们最大的失策 香港的物理浩径 每个季节不同的时候来 它的景色都不一样 例如我们现在所经过的 就有一个叫做枫叶林的地方 如果秋天过来的时候 就可以走进去看看 那时候的枫叶很漂亮 这次在我们行山的途中 我们还见到有很多 有在越野单车的人 过来走这段路径 香港的物理浩径 可以满足你对不同锻炼难度的需求 走到这里就见到的路牌 路牌就写着距离前面的 但是唐山路巴士站不是很远的了 我就说很快到汽车站了 不如我们搭一程车去到元朗 怎知朋友就说走都走到这里了 剩下那小小的路搭什么车 再走走就到了 听他这样说 我都没有提再坐公共汽车的事情 继续跟着他出力向元朗方向走 走到这里就见到一个烧敲墙 在烧敲墙的旁边 来这里就终于见到一个小卖部 在小卖部这里 见到有很多行麦里浩第十段路的人 都在这里买东西任勺作修整 走了几个小时 终于在这里买到水了 你们看看今天的天气多好 虽然有点热 但是没有大的太阳 还要是阴阴的 昨晚又下了一场大雨 下完雨之后 行山的时候尘都没那么大 在香港这些地方烧烤也是免费的 垃圾可以分旅回收 我都见到有些人在这里烧烤 走了几个小时 肚饿得不得了 闻见他们烧烤的味道 口水都流了 朋友说叫我坚持一下 继续走去元朗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 就是去元朗的大荣华喝茶 大荣华茶楼是食神通哥开的茶楼 好吗 明星在外一定要去试一下 今天行山走了这么久 等待去到元朗的时候吃多些东西 我的心里都不会觉得内疚 如果你们过来香港 又特别喜欢行山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走下他们的麦里好径 麦里好径的每一段都非常值得你们去尝试 我就会争取找机会行山麦里好径的全部十段路 今天的视频 疫情三年之后 相约香港一起行山 香港麦里好径第十段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喜欢分享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啦 多谢你们的支持